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完我的习惯密码课程以后 他就要开始进行某项的习惯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面对视频说话 然后隔天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文给我 很兴奋 他说老师 我的第一个视频得到很好的反应 我当然恭喜他的情况 同时我也说了一句话 好的开始 是危险的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他现在的得到 他的好评 是很危险的 你有没有发觉到 有不少人之所以会半途而废 是因为刚开始的误会 到后来明摆到 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后面就放弃了 你看看这位朋友 他感到很兴奋 因为只做了第一个视频 是好的开始 不一定是成功的一半哦 而是危险的信号 为什么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 那是叫做新人优待 什么是新人优待 意思说 当我们在做第一支视频的时候 特别是面对镜头 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们嘛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在割韭菜的时刻 换句话说 我们所认识的周围 亲戚朋友同学 邻居同事 为了要给我们支持 因为是我们的处女座 所以呢 就帮我们点赞了 给我们好评 这个是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 得到众人的鼓励的一个假象 而我们能够走得多长远 其实不能够看新人的运气啊 而是要看实力的展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了 很多人为什么会看我们的第一个视频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经历 我做的第一个视频 你知道吗 哇 哇 点击力之高啊 得到很多好评啊 可是我心知肚明 我第一次做视频 那个样子是很烂的 如果有机会你去重看一下 我看到我都觉得 好恶心啊 第一个视频 可是对一般人来讲 他也许不了解啊 他把这个新视频一发布上去 得到很多点赞 得到很多关注度的时候 他以为制作视频就很容易了 可是继续下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觉得好的开始是危险的信号 如果他不明白原来刚开始是别人给面子 别人好奇 这是我们的运气 这是新人的福利 这是老天的恩赐啊 要小心 所以第一叫做新人优惠 第二是什么东西呢 第二是动力偏误 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录制视频 就以那个朋友来说 他之所以会录制视频是因为有动力 他的动力怎么样来 他的动力来自别人的关注 别人给他怎么关注呢 给他点赞 给他好评 你看他的动力哪里来 是从外界进来 好危险啊 如果我们的动力是依赖别人的肯定 那就完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一直每日在发视频的时候 一直继续下去的话 别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关注我们 是还是不是 我的经验 当我在发了一个视频以后 一定是每况愈下的 比如说我一年 去年7月29号我就发了第一个视频 到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 一年多了 我已经发了400多个视频 有谁有这样的时间 一直在关注本人的视频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每况愈下 当每况愈下的时候 情况会怎么发生 有没有动力呢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靠外界的动力 那就完蛋了 因此要很清楚 动力的真正来源是哪里 是内在而不是外界的肯定 所以好的开始 视为选的讯号是因为 它会让我们产生动力偏入 我们以为外界会给我们这些 鼓励的肯定 很难的啦 所以当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我们能够做多久 我们搞不好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 因为可能点赞的人数 关注度全部都下降 我们就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别人好像不欣赏了 我走这条路好像是不对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啊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好的开始 是危险的信号 我们谈了两点 一叫做新人的优待 二叫做动力骗物 第三点我要跟你谈的是实力漂浮 刚开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请问我们自己有实力吗 我们有没有实力 哎呀 刚开始做哪会有实力啊 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一直不断在试错试错 在一直在调整调整 所以实力是不稳定的 可是在实力不稳定的 这个刚开始的阶段 我们得到好评 得到一些很棒的一个结果 那你看 他可能会让我们误会 误会说 我真的做得很不错 然后成长的速度 改进的速度反而变慢下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啊 我们在实力漂浮的阶段 那叫做异常 那不是正常 当我们做到某一定的程度以后 过了好一段时间 过了一个阶段以后 我们的实力才会慢慢的稳定 才进入正常期 所以实力的稳定需要什么呢 稳定 实力的稳定需要什么呢 需要次数 次数去锻炼 甚至是磨炼 在锻炼跟磨炼这一段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看外界的一些回馈啊 我也曾经做过一集 为什么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回馈呢 因为这些全部都不实在 做得适不适合 离不理想 好还是不好 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当我们的实在的动力是从往内 而且我们实力心里有数之后 慢慢的我们能够去培养实力的话 那么不管现在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那都不重要 因为常言主义 他会把我们带往我们要去的地方 好的开始是危险的讯号 那我们难道要不好的开始吗 也不对 我们不是要好还是不好的开始 而是我们要实在的开始 不管好坏不要太在乎 重点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是否有关注在持续不断的进步 而不是在反应的好还是坏 这是我的看法 你呢 你对这件事情又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好的开始 为什么是危险的讯号 我们谈了三点 一 新人优待 二 动力偏误 三 实力漂浮 以上三点 不知是否对你有参考作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你的看法 希望听到更多关于你的讯息 我是游泳记 简单无一记 叫游泳记 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